你知不知道小北百货的英文怎么讲 我不知道 小北百货真的不知道 不知道 你知道吗小北百货 我不知道 一听到有中翻音 即使在熟悉不过的五金百货卖场 大家还是捕萨萨 不过也有人勇于挑战 这题真的不好回答 因为以上皆非 到底小北百货英文名要怎么翻呢 我们实际来到门市 这一家百货商场 它的英文翻译就叫做 Shobar Shobar就是小北台语的发音 刚刚你猜的Shobar Small nose 通通不对 Shobar才是正解 恍如大雾的街坊民众 翻译也很可爱 怎么办我台语很烂 Shobar Shobar 对啊 很在地啊 南高雄就是要用这样 对 用台语翻成英文 好像也是蛮特别的 蛮有创意的 我觉得它这个设计的部分还蛮OK的 台语叫Shobar 有和我们台湾乡土文化的感觉 这个网路热议的话题也有民众留言 不知道60年之后会不会变成老北 也有人说台南起家的当然就用台语翻 更有台语比较好的民众说 要翻成Shobar才对 其中这个Shobar的部分有台语俗 我们便宜嘛 便宜的台语就是Shobar 也希望带给消费者 我们东西物美价廉 感觉 所以我们最后 那个总经理就决定用了Shobar 一个在平凡不过的五金百货 用台语读音翻成英文 因为比较少见 意外成为网路和话题 东森新闻蝗虫群 汤卫很懂一嫌 台南高雄采访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